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 身体患有疾病 心灵极端痛苦的人 得着医治 得着舒坦 得着安息的记载 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记载所行的第四个神经 约翰福音记载神迹 是有特别的含义 他不是记录这个事件 他显明耶稣的某一个神性 在某一个神迹的里面 也就是约翰福音记载 耶稣所行神迹的时候 他是经过挑选的 他要从全面而完整的方式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当代的人 他是有顺序的让人看见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是他写这一卷书的目的 感谢神的恩典 在今天这一卷已经写完 超过一千九百年 介绍耶稣的书信 仍然叫我们在座许多人 因着神的话得着生命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四个神迹 约翰福音在记载神迹的时候 他的这个神迹不是今天我们 一般人所理解的奇事 神迹 神迹 我教你记的一个方法 神迹重在神 而不重在迹 迹就是那件事 神就是做这件事的那一位 所以神迹重在神 就是谁做的这件事 而不重在迹 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 这样明白吗 为了让你们明白 我们称神迹就是神做的事 那鬼迹呢 那就是鬼做的事 那人做的事叫什么 古迹 叫古迹 人做的事放久了就变成古迹 不是人迹 哪里叫人迹的呢 对不对 OK 所以神迹在约翰福音 它就是一个记号 听个懂记号吗 今天早上我们在路上 我过马路的时候 我以为我看到认识的人 就跟他打招呼 他也跟我打招呼 后来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不认识他 后来要上电梯的时候呢 他走过来 我们就说你是来聚会的吗 他说我们是来聚会的 后来我们就打起招呼 还真的不小心是 不认识的人 但是他正好是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人 他怎么知道我们教会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教会有 地址 贵教会我一不在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数值有点渐渐的低落 对不对 地址就是一个 记号 他们一定是跟着地址来的 他们找到了地址 然后他们就说 跟着这个地址去 就是个记号 我如果今天要写信给这个 这个Brian 我怎么写呢 我就要找到他的 E-mail 或者是 Line 广州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带领教会 先喝水 OK 所以记号就表明有这个东西 当你找到那个记号 就证明那件事情 是这样 约翰在记载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特别选了几个 让人看见 耶稣做的这件事 当时的人 就知道他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神在今天也常常用这个方式 让我们知道他在这里 这就是记号 我们过去看过三个记号了 我简单跟你们分享 加拿水变成酒 是显明耶稣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他把水变成酒 是创造的主 显明他是创造的主 在加拿的婚宴里面 当宾客门没有酒了 耶稣就做一个记号 来显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耶稣把水变成酒 是要说明他是物质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直到今日 水还不能变成酒 直到今日 这是两千年前的事情 水还不能变成酒 如果你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你不懂化学 水是不能变成酒的 很多人以为高粱是怎么弄 然后加上水 没有 葡萄酒是什么东西 加上水 没有 水不能变成酒 酒是别的方式来的 耶稣他改变了物质的形态 他要证明他是物质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他可以解决 他可以决定物质的形态 他有创造及改变物质的能力 在这个神迹里面 他也是那位要解决我们问题的神 他要满足我们的需要 并带给我们欢乐 你想想看 当他们没有酒了 后来又拿到这么多的酒 比原来的酒更多更好 我请问你 管会堂的 管研习的高兴不高兴 宾客们高兴不高兴 新郎新娘高兴不高兴 喝得满足不满足 这就是说 当耶稣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仅要证明 他是做这件事 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要叫我们 因这个神迹就得着满足 得到喜乐 得到欢乐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我们来念一下 预备 请 万物 不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他是那位在旧约创造主的儿子 在人间的显现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 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耶稣是创造的主 对今天的我们也是真实的 而且是我们能经历的 神不仅在创造万有世界的六日当中 创造了天地海和集中的万物 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他都是改变很多的环境 让我们经历他 我们可以经历他 始无变有 以少变多 在旧约里面 以利沙的那个油瓶一直倒不完 在新约时代 耶稣用五饼二鱼 那个是一个人一顿的午餐 让五千个男丁吃饱 当然还有妇女跟孩子 你就知道他是数量的主 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可以经历到 四十年前我就开始经历到说 哦 原来我所信的这一位神 是创造的主 我刚结婚的时候还在读书 那时候我在念研究所 我为了专心念研究所 我就跟我太太说 你一个人工作 然后我来专心读书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念研究所 我在台大念法律研究所的时候 每个月还发给我们钱 那个时候学费很低 每个月还发给我们钱 鼓励我们念书 那我就没有在外面工作 那但是他因为一个人在工作 他也刚刚出社会 所以一个人是不够两个人的 而且我们就研究所说就结婚 结婚我也就不拿父母的钱 所以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 我们住在我父母家附近 租来的一个小房间 还不能叫套房 因为没有卫浴设备 我妈妈跟我爸爸很伤心 就说你为什么要住在 那么小的地方呢 我就说因为我们想要学习两个人独立生活 其实我们是住在跟房东租那个房间 我告诉你不夸张 我刚才仔细地看了 比这个还要宽一点点 大概就到这条线这里 可是呢 全部只有这么大 里面只放了下一张床 还有它原来就有的书桌 然后还有我们就终于买了一个这么小的桌子 然后摆了椅子 就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的新房 刚开始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钱 那我们就 有一个盒子 是两层的 下面一层 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这样子 是木做的 我们就把所有 他拿来的 我拿来的 所有的钱放在下面 而且你放进去的时候呢 就要把十分之一放在上面 因为这样才不会在花钱的时候 花到十分之一的钱 那个十分之一是要带去奉献的 那我们就这样子过生活 可是我在那个时候 经历到非常多年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那个时候是 我们结婚是1983年 到现在就满40年了 对吗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年龄 对不对 那也不一定要 有的人很早就结婚 有的人很晚结婚 那我们钱放在那边的时候呢 因为都是现金 所以有的时候下面有钱 上面一定有钱 可是有的时候上面有钱 下面呢 没钱了 我们常常有这种状况 有一天我就打开 那我们都不谈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谈得 有点紧张跟尴尬 对吗 那时候当然没有银行嘛 我们没有开户嘛 我就常常把下面打开来没钱 可是我要去学校读书了 要去法学院上课了 我就出去了 我就看下面没钱了 我就出去了 那常常有这种状况 有一天我一打开来 下面没钱了 我也不敢跟秋华说 下面没钱了 好像还在赚钱一样 对吗 然后我就去 我就下到楼梯的 下到我们住在三楼 到一楼的时候呢 正好邮差在那边要按 要按电铃 然后看那个 我就说你找哪一位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 就是很多管闲事的 他找不到人 我们都告诉他 他就说我找个叫李健的 可是这里没有姓李的 我说我就是 我说我住三楼 他说是你 我说是 他就说确定是你吗 我说是我 他就说那你签名 我就签名 签名他就把一封信封给我 我就打开来看 里面一张六百 新台币六百元的汇票 那个时候用汇票的 就你要拿去兑现的汇票 我一看六百块 我说六百块 怎么那么好呢 可是谁要寄给我汇票呢 然后上面写一个杂志社 我说这杂志社 为什么寄给我汇票呢 我就很奇怪跑到学校去 学校那时候研究生都有 都有六个人 六个人一个房间 那我就进去 我就把东西丢在那边 丢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讲说 奇怪了 我就跟旁边的人说 你看这汇票什么东西 他就看一下 我说怎么有这个汇票啊 六百元 你等一下寄给我的 我那个同学就跟我说 对不起 李健我忘了告诉你 我什么事啊 他说我那天在那边 看到你写的那个学期报告 学期报告 我觉得你写的太好了 我就拿去投稿 我说你怎么拿去投稿 没告诉我呢 他说我说忘了 我说忘了 投稿什么你知道吗 这里有读法律的就知道 1981年 投稿军法专刊 你们都不懂 你要知道有懂的人就知道了 那个等一下不是一般人 可以投稿进去的 他跟我说 他说怎么了 我说 我说 我不是他寄六百块 他说你录取了 军法专刊不是我们这种 一般小老百姓可以写的 当时都是法律系的老师 或者律师写的 所以我们常常经历到 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我快毕业的时候 我也很愁苦 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有一个学姐跟我说 她说李健 她说我看你那个论文 学期论文写得非常好 写得非常好 我说怎么样 她说你要不要给我 我说干什么 她说我帮你拿去登 我说登在哪里啊 登在法学重刊 一看你们又不懂 对不对 法学重刊那时候只有教授 老师才可以登的 她把我的毕业论文 硕士毕业论文 把它拆成六份 那个是一季才出一册 一本这样 一年只有四季 所以我登了一年半 而且我记得不错 那个时候登一次 我就登那么一次 可以拿一万新台币 1984年 我就这样过了 如果神不是创造的主 谁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给他说 我还跟他说可以吗 他说你放心 我可以帮你弄 他就把它拆成六份 就第一次登的时候 我还不敢相信 我说问题是 这个上去之后呢 马上就被别人发现 它只是一个硕士论文 人家都是老师在写的 你硕士论文登什么登啊 你知道真的把六期都登完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那个时候 因为立志不工作 要把书念好 所以就不知道谁 就跑来找我 就跟我说 台北车站前面有个保诚补习班 你们听过吗 那是考律师跟考法官 在那个年代必要去补习的地方 后来他们来找我去教 教国际司法 因为我是学国际司法的 国际司法的 然后我就说 哦 好 他就说 他们每一次来找我教的时候 都是我正好没钱的时候 他们就 那个 他们都叫我李先生 李先生你来帮我们教好不好 我说教什么呢 他就叫我教这个教的 有的我也不太会教 他说你来帮我们教 他说因为你每次教 学生都很多 后来我就跑去了 我就跑去教 你知道我教国际司法 教到后来 我大部分的学生 都考上律师跟法官 只有一个人没考上 就是我 很多人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没有 律师跟法官的资格 有一次我又去考那个 律师跟法官 我就背着书包 然后就去上 去考试 考进去的时候 有几个学生走过来 说哎 老师 我就说他叫老师是谁啊 原来是补习班的学生 他说老师 他说你来做什么 我都不敢说我要来考试 因为他也来考试 我也来考试 你知道吗 问题是我是他的老师 他等一下进去都没有 信心写作业 写考卷了对不对 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军法官 退下来的 他提早退 所以不能直接 换到律师的资格 他要去考试 他上一次的国际司法 只考二十几分 他回来高兴地写信给我 他说老师 他说你知道吗 上了你的国际司法的补习班 我的国际司法考了八十分 靠了这个我考上律师了 可是我到现在没有考上 神是物质的主 神能够改变 神能够改变 他是创造的主 他能够改变 而且他让我们的心里面欢乐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 第二个神迹 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行的 第二个神迹 是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是显明耶稣 在耶稣里神与人相会 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二个记号 他在圣殿当中赶出卖牛羊鸽子的 到处兑换银钱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这一个记号是耶稣说明 他才是真正的会幕 他才是真正的圣殿 如果你对旧约了解 你就会知道 神启示摩西盖会幕 启示所罗门盖圣殿 都非常的清楚地记载 怎么盖 而且叫谁盖 尺寸多少 建材是什么 包括怎么摆设 这都是神亲自启示的 并且神跟摩西和所罗门说 会幕和圣殿 是我住在那里 和你们相会的地方 但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向犹太人说 你们拆毁这殿 那是西律的第三圣殿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再见起来 他的意思是 当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的圣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二个记号是记载的 神能借着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就是永生 与神同在不是讲的 将来有一天 我们死了要回到他那里去 与神同在是指 现在我们就与他同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敬拜 这么开心的缘故 我今天特别晚来 因为我跟同工们说 我一定要保持我的体力 能够把这堂讲完 下午还要去参加 那个家荣的婚礼 我要替他正道 我要勉励他 所以我说我要保持体力 我要晚一点来 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 这么开心 为什么我们这么兴奋 我忍不住站起来唱了几句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忍耐一下坐下来 等一下还要讲道 你忍耐一下 你不要把体力都用掉了 可是我每一次唱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要唱 因为透过耶稣基督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不仅在这里 主要在这里 所以我每次都说神 我每次唱到歌说 神在这里的时候 我总是提醒你说 神在这里 你要在我这里 其实我在提醒谁 在提醒我自己 你在我这里 神与人相会 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 是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的圣殿是不对的 只有我在你们当中 这样子才是圣殿 所以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 与神相会的所在 他就是旧约的会幕 他就是新约的圣殿 这是第二章耶稣 在耶路撒冷 洁净圣殿 第三章他跟 尼哥底姆论重生 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 井旁的妇人 讲到一些事情 他们都提到敬拜的事 敬拜就是人与神相会 所以当那个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后来耶稣清楚地告诉他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你们敬拜的对象 我就是那一位 要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们 透过我能够到父那里去的一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今天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我们仍然是透过耶稣基督 与神相会的 今天耶稣基督仍然不断的 不断的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经历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敬拜 无论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或不闭起来 我们向神说话 我们就回到神面前 好像那个 机器人小叮当 你们看过吗 它有一个任意门 你有没有 多拉一梦 它有个任意门 我当时看到说 你知道这些文学家 或者是这些漫画家 有的时候他们是很有思想的 他们把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把它用文学或者漫画 把它表达出来 那个机器猫小叮当 那个哆啦いも 它把那个门拿出来 门一开就到了 它要去的地方 对吗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这样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 我们之所以 能够回到神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会幕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圣殿 今天我们祷告 可以毫无拦阻地 来到神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 施恩的宝座面前 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成全了救恩 所以第二个记号是 耶稣洁净圣殿 显明神跟人相会 在耶稣的里面 那当你有一次经验 你就慢慢地 对这个事情习惯了 我刚才不是提到 耶稣是创造的主吗 四十年前 我开始经历到 他是以少变多 从无到有的神以后 过去这四十年来 我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 不知道多少次 我知道当我没有 而我真正需要 我又不是忘求的时候 神一定会给我 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是传道人 我们不是立志 去赚钱的人 立志赚钱没有不好 你听得懂吗 立志赚钱本来就是 你该做的事 或者立志求学问 没有不好 可是当你缺乏 某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因为 你要用不正的手段 得到 神总会给你的 我经历太多这种事情了 以至于过去的几十年 四十年来 我真的没有为经济 真正产生 需要而去做一些事情 没有 没有 我只是担心 我的认识的神 是不是真的像 我所认识的那样 我最多就是这样担心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 你知道我 有一个 我现在住的房子 前一个房子 我住了十七年 那是个旧的房子 十七年来 我们家的灯泡 没有坏一个 我问你减少支出 是不是就是赚钱 我十几年的内衣 都穿不破的 我这次终于 要把它处理掉 不然的话就 就 就 就你知道吗 就 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这次好就把那个 所有的旧的 内衣内裤 跟外衣 我就带出去 我沿路穿完了就 丢掉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一直洗 你知道吗 所以我出去的行李 比回来的还多 因为我都把它丢了 我回来的时候 轻到不行 这是我出国 三四十年来 第一次行李 带这么少了 我出去了四十几天 去了五个国家 有人还送我东西 我这次也立志 不要接受别人的东西了 可是因为别人都是好意 就特别买 特别好的来给你 特别好的来给你 我当时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这将近十年前了 那时候你还很少看到 白色的衣服上面 钉着个深蓝色的扣子 而且很厚 当时那边说 哇 这么十年了 怎么样 穿起来还像新的吗 像对不对 衣服像有什么用 人像才有用 但是不会坏 但是不会坏 那从那时到现在 我知道它是创造的主 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在国外的事工越来越大 我一年没有两百万欧元 是绝对不行的 我没有一毛钱花在自己身上 两百万欧元 我没有卖东西 就是募款 但是我都不跟别人说我需要钱 我记得我在你们当中 应该没有说我需要钱 不然的话我去跟首信讲一讲 我去跟宏达讲一讲 他们多少捐一点 我也不要把你们名字念出来 你们都听得懂了 没有 我从来不希望这样 一年需要两百万欧元 我最近又发觉要更多 因为他们分值得太快了 一直有新的小组产生 当一个小组有十对夫妻 都是牧师的时候 我要负责他两次的机票 五天的食宿 接交通工具 一个小组一次聚会就要几万欧元 可是我从来没有担心 因为他是创造的主 我也不担心在祷告当中 我一定能遇见他 如果我不是望求 我相信能遇见他 遇见他有时候 他听我祷告改变那个环境 我就感谢他 有人说我祷告完的时候 神不改变那个环境 我就更感谢他 这是本教会 每一个人都要记住的名言 当你祷告 神垂听祷告 改变了那个环境 我们就要 如果我们祷告 我们也知道 我们真的需要 我们祷告 但是神不改变那个环境 我们就要 更感谢他 因为神知道 什么时候更好 神知道什么状况更好 等到那件事情成就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 好家在是现在才成就 找成就就不好了 你记住啊 这就是显明 耶稣里人与神 相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祷告 不是我们祷告完了 要逼神成就 第一 神也不受我们的逼迫了 第二 神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间 用最好的方式成就 即便你现在不明白 有一天你会不明白 第三 第三 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 第三个神迹 显明耶稣是医治的主 显明耶稣是医治的主 耶稣在加拿医治的 一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 是显明耶稣有医治的能力 有医治的能力 在这个记号当中 耶稣的能力运行在 有需要的人的身上 结果疾病和愁苦 在耶稣的恩典当中 就被除去了 你们有经历过 儿子要死的时候 然后不去找医生 你知道为什么 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要死了 不去找医生呢 为什么不去找医生呢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好用民俗疗法 你听得懂吗 没有办法了 医生说不行了 所以他才去找耶稣 可是在那一次 耶稣 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只能跟他说 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要是我我就不回去 我死脱活拉 也要拉着耶稣 对不对 你跟我去吧 你再不去 我是大臣耶 我把你绑架 可是没有 他信耶稣所说的话 他就回去了 在这一段的圣经 虽然是在讲信 但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施行医治 使身体的疾病 心灵的忧伤 可以除去的主 我想 今天如果我们开放见证 我现在下去说 过去年间 你有身体得医治 心灵被医治的人 上来做见证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中午也不用吃 下午 红仓 儿子的婚礼 我们也不用去了 因为我们很多 这样的经验 说明耶稣是怎么样 一位医治的主 像这样的神迹 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那位医治的主 当然在这边 圣经上没有应许我们 请注意听 圣经上没有应许我们 所有的病都得医治 正如现在许多人说的一样 没有 我不相信 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圣经没有这样讲 圣经没有说 每一个病都得医治 圣经没有这样讲 也没有说病是从魔鬼来的 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讲 也没有这样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只是说 他是医病的主 他可以让任何疾病痊愈 他可以让任何疾病痊愈 他可以让 并没有他一定要让 对吗 更不是被我们逼着让 他没有 他没有 你记不记得 那一个真的是 很有典型的说法 有一个长大麻风 你知道长大麻风 在当时就是一个绝症 而且不仅一个绝症 你还要隔离 不仅隔离 而且那隔离在城外 而且进来的时候 还要拿着手帕说 我是不洁净 我是不洁净 叫大家让开 我不要碰到你 跟现在的COVID 差不多了 对不对 他来跪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你若肯 主说什么 我肯 你洁净了吧 所以要耶稣肯 要耶稣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耶稣不肯 但他不肯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他没有爱心 他有他的想法 我跟邱华是前天晚上六点才回到的 到现在 还不满两天 还不满两天 我三月十一日出去 邱华三月二十三号出去 我们去欧洲 我去了四十二天 邱华去了三天 我们去了五个国家 四个欧洲国家 一个亚洲国家 我们去了五个国家 因为这次是欧华 换了新院长 而这个院长呢 没有跟旧院长 有交接的时间 因为特别的状况 所以我去那里 我需要处理很多的事 我在那边已经二十年 所以很多人脉 所以当新的院长说 需要什么时候 我就说好 那我帮你找一个人 通常都是他讲完了 我就打电话 我就说或者 我就介绍一个人给他 因为这个缘故就特别忙 然后尼西米 有三个小组聚会 我又去荷兰 匈牙利 葡萄牙 这几个国家 我都是四年没去了 我都是四年没去了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就是很勉强地服侍 每一个国家 我都是飞机到的 当天就讲道 飞机到的当天就讲道 有一天是从匈牙利 飞到葡萄牙 我飞到葡萄牙的 下飞机的时间 是晚上七点半 我坐了四个小时的飞机 我跟秋华坐了到七点半 行李出来是八点半 你知道他们几点聚会吗 晚上九点 然后就唱诗 唱诗 唱诗 然后他就带我钱 简单吃 边吃他就说 李长老你赶快吃 那师母可以慢慢吃 我就赶快吃 吃几口 我说走吧 因为要讲道了 没办法吃饭 我只吃不下 我就到那边 到那边 我通常是没有 很好的声音讲道 在荷兰 中亚裔 跟葡萄牙 声音比现在难听多了 你们现在听 只是有一点点沙哑 对不对 我到荷兰的时候 我跟那个 来接我的那个同工 跟秋华说 明天早上 一定是你们两个讲道 你们自己选一个 除非你们好好祷告 明天我有声音 而不只是只有气而已 后来我当然 我就感谢主 那就给上语讲道了 你猜我有没有祷告 你猜神医治了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神没有医治 所以到现在还这样 现在已经很好了 昨天晚上秋华说 他听到蚊子的声音 不是蚊子的声音 是我气管的声音 因为我呼吸的时候 气管有声音嘛 所以我正好要去找Brian 今天正好看到他 我本来就要去看他的 下个礼拜 我今天就可以直接问他 我把他给我的 那个气管扩张 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吃这么多 可是因为一直声音很大 我怕吸不过气来 然后我又怕身体不好 不能讲道 不能服侍 我就吃 我破了过去五十年的纪录 我从十三岁开始 上初中 我就中午一定要睡觉 五十年来都没有改变 因为我早上很早起来 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吃饱 我通常都已经是 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如果不睡 我到三点以后 所做的事情该不负责 所以我中午 即便是地上我也好 我就简单扑个东西 我躺一下 二十分钟也好 可是过去的六个礼拜 四十几天 我中午几乎没有睡着过 然后晚上仍然保持 跟以前一样的状态 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他们给我戴手表 有没有 那个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然后一直醒来 一直醒来 但是我已经可以熬过去了 所以这两天 我是真的是觉得 有在睡觉 终于觉得有在睡觉 但是有在睡觉 最长都是三个小时 就醒来 可是我这样祷告 神有没有听 没有啊 所以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听得懂吗 真的没有关系 耶稣是医治的主 并不代表我们要神医治我们 祂一定会医治我们 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下面那一个 如果神没有医治怎么办呢 这就是第四个神迹要告诉我们的 他赦免了三十八年的贪子 显明耶稣是赐安息的主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是提到 耶稣在耶路撒冷 必是大池子旁边 那位三十八年的贪子 贪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一般所谓的中风 而且中风有点严重 有的人中风是一半 所以他只是这样走起来不太顺 对不对 他这个中风显然他是必须躺着 而且他行动可能只能匍匐前进的状态 如果叫他的描述 耶稣医治他了 也赦免他的罪 这一个神迹是要显明 耶稣是赐安息的主 他不仅医治人的疾病 他也赦免人的罪孽 他把真正的安息赏给我们 而且在这一段圣经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 耶稣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的 他安息日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些是 刚刚信耶稣的 不是很了解 你知道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 即便到今天还是这样 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 实施全人的救赎呢 这一段圣经显明出来的 不是耶稣是医病的主 因为前面已经医病了 对吗 现在为什么同一件事情做两次呢 并不是更重要 并不是两次所以重要 而是这里讲的不是医治的问题 而是安息的问题 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迹 我读单数节 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 那按照网例 然后当你读完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故事的样子拼凑出来 无论你要拼古装剧或时光 这个穿越剧的现代剧都可以 但是你要把那个画面给它拼出来 我们来读 我读单数节 你们读双数节 这次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等候水动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褸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褸子来走了 那天是安齐日 所以有害人对那一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齐日 你拿褸子是不可能的 他却回答说 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 拿你的褸子走吧 他问他说 对你说他褸子走的是什么人 那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因为在那里的人多 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去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了增加力量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事 好 这一段圣经是 耶稣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个 三十八年的瘫痪 然后耶稣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他说 水动的时候 也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啊 你觉得我要不要痊愈吗 耶稣后来就移植了他 这一段的圣经跟前面 看起来都是医治对吗 可是这一段的圣经 重点不在医治 而是在安息日医治 它的重点不在于 这个人得痊愈 而是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安息指的是 我们得着全人的救赎 我们全人的救赎 真正的安息 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七节 非常清楚地记载 耶稣所行的第四个神迹 第四个神迹 在约翰福音的第四个神迹当中 是要说明耶稣所行的救赎 不只停在身体医治上面 碧尸大这个病人 他的身体得到了痊愈 是真实的 因为在第八节的时候 第八节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路子走吧 我请问你这个人病了多少年 三十八年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路子走吧 第九节我们来念 预备 请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路子来走了 我问你 一个三十八年不能动的人 你叫他起来拿你路子走吧 那个人就立刻痊愈 拿起路子起来走了 你觉得这是什么画面 我跟你讲 不只是他自己要吓死 别人也都吓死了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邱华说 我就说我要动一动 因为过去太紧绷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 下飞机就讲道 然后讲道完了 他们就要找我吃饭 我要到匈牙利去 匈牙利我已经过去很多年 我大概去了八次到十次 我每一次去就是三天两夜 因为我礼拜五去 礼拜天晚上就回来 或者礼拜一礼拜天 礼拜一操作第一班飞机 六点的飞机回到我们学校 然后九点十点就开始上课 我就让他们延一点点 我就坐飞机回来就上课 所以非常紧张 那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爱我 所以他们就说 听到我要去 而且会有六天的时间 他们就跟他们的牧师说 要请我吃饭 那牧师说那这样好了 那要请李张老吃饭的报名 后来报名报太多了 那牧师说都没有得请 开放两天吃饭要来的人 就当天来 那两天吃饭 第一天来了六十个人 然后请客的那天 请客的那个人说 你们都不要出钱 我一个人出 可是大家都吃 大家都可以跟你张老见面 我没有要再讲 我多受欢迎 那个是结果 我在讲 我其实不是非常专心 我没有不解决人家问题的 人家问题来 我总是很热情地帮助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我最近知道了 改天再告诉你 我非常的热情 因为这个缘故呢 其实我内心紧张 身体紧绷 是我自己不知道的 那我为什么可以 撑过这么多天呢 是因为每到下一个 就是新的刺激 每到下一个 就是新的刺激 所以我是靠意志活的 我到最后的一个礼拜 我通知Brian说 我身体实在真的不行了 我说我准备吃 那个肋骨醇可不可以 你知道我身上都带了肋骨醇 我都不到最后关头 绝对不吃肋骨醇 但是我都要跟医生谈 他就说 你再看看 可不可以再等一两天 后来我就说 我是真的不行了 我必须把最后的力气 都激发出来 然后反正我回台北 就有人可以救我了 对吗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好 他说你自己考虑着量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状况 后来我经过了一顿又一顿 我就跟自己说 再忍耐 再忍耐 你知道昨天 前天下午我们回来 我是累得讲不出话来 把行李收完之后 我就去睡觉 可是我睡觉是 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起来 我要起来运动一下 然后再躺下去睡 因为身体 肌肉都是紧绷的 今天早上其实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 然后我就起来 我就在那边一直动 然后做 你知道我做最简单的筋膜伸展而已 所以我实在不太敢见我们的教练 我最多就是做这个动作 我做这个动作 我都怕我闪到 我就把这边拉开来 这边拉开来 就这样拉开来 我就这样就好了 我不过几天而已 请问这个人瘫了多久 他站起来就怎么样 就走了 他站起来就走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说 我现在重点不再讲神机 我在讲神机 是神做的 神做的 所以可以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人 他本来是不相信的 他都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下去 我正去的时候 别人比我先下去 所以他本来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 可是当耶稣医治他以后 他不仅是客观上好了 你要知道一个人客观上好了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心理的问题 就是主观的问题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差一点闪到 我就跟主说 主啊 谢谢你 我要这闪到的话 我又麻烦了 我又麻烦了 可是我动作变得非常小心 因为客观好了 我们主观未必接受 对吗 身体好了 我们心理未必接受 可是这个人立刻痊愈 拿起褥子来走了 很多人说 哇 信心真大 在我看来不止信心更大 而他的身体全部都好了 你知道吗 好到一个地步 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以前都不能动 怎么今天可以动了呢 我出国前不是跌倒了吗 后来我的手就 到现在没好 因为这两条筋膜就收缩 我后来到巴塞隆上去 我实在真的不行了 后来他们就把我找了一个师傅 他问完 他就说好 好 好 我知道我知道 你躺着躺着 我就趴着 他就弄我这边 我都是这边 他说我知道是这边 我都是这边 他说源头在这一边 他就弄 弄他就跟我说 你就睡觉吧 我怀疑他把我下了安眠药 他说你就睡觉吧 我就睡着了 起来说好很多 当然没有权患 他说这个不可能太快好的 我到现在还有问题 我说手还伸不直 可是耶稣的医治不是这样 他全部都好了 他全部都好了 但是身体的痊愈 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安息 对吗 多少时候我们有充足的享受 却不能得到心里的安息 多少时候我们钱多到用不完 还被动地赚钱 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还有被动地赚钱 我们主动都赚不到 还有人被动 为什么我们心灵不能得到安息呢 是因为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心里的不能得到安息 请你不要把基督教的罪 想得太可怕 你就是把它想得太可怕 所以你就没有想到 你再犯罪 你听个懂吗 因为我没有做 那个杀人放火的事 不是 圣经上讲到的罪 是我们没有回到创造主的面前 我做一个逻辑上的说明 你就知道 因为它是good 它是善的 它是全善 它是全善 它是一百 一百不能代表 应该是无限的善 我请问你 离开无限的善 就进到有限了 对吗 可是任何的有限 距离无限 都等于零 这样懂吗 所以我只有一 你有一万 我们两个距离无限的距离 是一样的 你一万看起来比我多 可是距离无限 你也趋近于零 我也趋近于零 数学好不好 我再问你 你数学好不好 这就是哲学的意思 什么叫做恶 恶就是善的不足 evil 恶就是善的不足 因为善只有一个 因为善只有无限 所以当你离开善的时候 它就不足了 它就变成恶了 所以有罪 并不是杀人放火 我们说我比善不足 我比下总有余吧 你这是不懂什么叫做善 善就是只要离开耶稣基督 它就是不善 所以心灵的安息 是回到神的面前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现在在讲的东西 心灵不能得到安息 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离 心灵不能得到安息 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回到创造的主的面前 我们不能安静下来 我们不能享受与祂的同在 所以这第四个记号 是耶稣要显明 祂不仅有医治的能力 祂有医治的能力 这个也没有比那个更强 耶稣说你回去 把你的儿子活了 对不对 那那个是快要死的 他叫他活的还隔三打牛 他回去就好了 而且他讲的那个时候 他就好了 比这个还厉害 这个只是瘫痪 还没有要死 对吗 而且耶稣还当面跟他讲 这两个有差距 可是在这边 为什么要再把这个记录记下来 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 所以到了第十四节 到了第十四节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 他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的遭遇 比以前更加厉害 你就知道 他不仅是身体有疾病 而且他有什么 犯罪 但这里的犯罪 我们其实是指的 我们离开神的意思 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你不要再离开神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三十八年的贪子 不仅是身体得着痊愈 他的罪也蒙了赦免 十四节 我翻成白话 你们看着说 他说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就跟他说 你身体的疾病 三十八年的瘫痪好了 但是你的心灵 不与我同在 即使身体好了 也没有用 听个懂我的白话翻译吗 你知道圣经是很奇妙的东西 你没有解开的时候 你以为是这个意思 一解开 原来是那个意思 我再讲一次给你听 十四节 耶稣是跟他说 你已经身体好了 不要 你身体的疾病 三十八年 他们已经好了 可是如果你心灵 不与我同在 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 回到我的面前 你身体好了也没用 是吗 你身体好了也没用 所以 他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灵魂中的平安 真正的安息 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永恒的归宿 真正的安息 是我们得到全人的救赎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了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回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不是参 看那个 参加追思一拜的时候 他都会写什么 安息主怀 对不对 因为我组织追思一拜太多了 我就心里想说 那个时候才安息主怀 会不会太晚一点 那个安息主怀是一定的 可是今天就可以安息主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回到父那里去 其实是真的 而且是真的有用的 而且那个时候 不管我们有钱没钱 有名没名 有权没权 有学问没学问 我们将来都可以到那里去 那是我们永恒的归属 可是我们在地上 有健康的身体 或没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 现在就与神同在 得到心灵的安息呢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我特别又想起这个例子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1993年 是三十年前吗 三十年前 六月 有一天我看报纸 那个时候有报纸 1993那时候有报纸 看报纸 我在看报纸 报上记载一篇 思念父亲的文章 是谁写呢 是一位历史小说家 高杨的女儿写的 知道高杨吗 要我们这个年龄才会知道 高杨很有名 等一下我稍微介绍他的状况 他的女儿写 纪念他父亲世事一周年 在那个纪念的文字当中 他提到他父亲临终的一种 害怕跟恐惧 他父亲不肯面对死亡 而且交代他女儿说 他死了以后一定要祭拜他 然后他女儿就在 一年都写了一篇文章 纪念他的父亲 而且说 爸爸我有照你的方式做 你安息吧 我当时看到这本经文蛮惊讶的 那个时候我才几岁 我很年轻 三十年前 我三十多岁 我三十多岁 我很惊讶 因为高杨是一个 有名的历史小说家 他不知道写了多少历史小说 他被称为 近古历史小说 史上第一人 近代历史小说 写古历史小说 历史第一人 他至少写过近百篇的小说 跟文章 你要知道 一个写历史小说的人 他一定看透生死 因为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 对不对 大江东去浪淘尽 对不对 千古风流人物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当年的刺叉风云 今天在哪里 历史总是如潮水 潮涨 潮退 潮升 潮落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 历史告诉我们 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贡献 一定要面临死亡 所以当年我看到高杨女儿 写他父亲临终的表现 我还真的蛮惊讶的 我说这种人怎么会 害怕死啊 死不就是必然吗 结果就在那个天 早上看那个报纸的时候 我接到一通电话 那个时候都是 家里的那个电话 我拿起来 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跟我说 你知道教会母妈妈 住在三军总医院里面 那三军总医院还在听周路 我说怎么了 他说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了 所以他就住到里面去了 他说 昨天晚上没告诉我 他说就不知道怎么露了你 那个时候 我是教会的长老 我就立刻就跑去三军总医院 我记得好清楚 现在画面都还记得 我跑到那边等电梯等不到 因为太多人了 我就跑到后面就楼梯 我还记得是八楼 我一口气冲到八楼 现在是不行的 然后那个时候 年轻有为 我冲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妈妈住在那边 我一手就握着他的手 我说猪妈妈 我说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吗 他告诉我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急呢 我说我要来看你 我要为你祷告 你的病怎么了 他告诉我 他说李长老 你很忙 你不需要来看我 需要看的人很多 我早就预备好了 他说我心脏病这么多年了 我随时都可以走 他说我欢欢喜喜等候见他的面 他让我多活一天 我就在地上多荣耀他一天 如果我今天就回去 他说我早就预备好了 我刚刚才看完历史小说家 女儿写他的爸爸 再看到我们教会这个姐妹 你要知道 我们教会的姐妹没有读什么书 没有什么钱 没有名 我现在讲高杨 你都还知道 他已经死了三十年了 你都还知道 这个姐妹除了他们家记得他之外 谁还记得他 可是他在地上那种笃定 我多少年想到这个妈妈 我就会心里说 我也要这么笃定 我也要这么笃定 因为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 那个是永远不能夺去的 那个叫做安息 那个叫做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安息是这个 是我们心里面的笃定 我握着他冰冷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感动 我说这叫做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当我们得着基督 我们与神同在 我们知道可以借着父 基督到父那里去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不知道你们在台湾 常常碰到你在问这个问题吗 一定会的 大家都在谈这个事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国外 我碰到主要是中国大陆人 他们都会问我说 李长老你害怕不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他说万一发生战争怎么办 你有没有备案 我说我没有备案 他说你为什么不备案呢 我以前还有点紧张 我现在完全不紧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你绝对猜不到 你绝对猜不到 说不打跟打 你能预测吗 你预测 就是我猜对了 又怎么样 你听得懂吗 那更多人没猜对 所以你猜对了 就表示你很厉害吗 没有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一件事情 在上帝不允许的时候会发生 所以我们躺避无法挡居 经过这次疫情 我已经确定了 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也没办法 我们能怎么样 你唯一的是拥有手上的一票 对不对 时候到了就投 你以为你投了有用 不一定有用 对不对 你以为选上了谁 谁就有用 也不一定有用 因为不掌握在人的手中 掌握在神的手中 Trust me 不掌握在人的手中 不掌握在人的手中 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六几年 七几年的时候 中国大都不是发生 很大的变化吗 那时候大都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你知道我对于那个东西 当然是有民主情怀 可是我更多的是 基督教已经全部被赶出中国了 那个时候 所有的宗教都 因为破世 就立世新 全部都没有了 我们这边的基督徒就好 担心的里面的基督徒怎么办 你知道后来 统计里面的数字 他们稍微开放我们一统计 里面有七千万个基督徒 七千万个基督徒 长了上百倍 当时在 还没有赶出宣教士以前 跟赶出宣教士以后的几十年 长了上百倍的基督徒的人数 谁知道 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从这三年以后 我再也没有担心 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一 担心也没用 你过你的日子吧 第二 按照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做的事情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你好好做政治人物 如果你是教育人物 你好好做教育 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 你好好过你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就这样子 该投票的时候就去投票 这样够清楚了吧 因为这件事情 并不掌握在你我的手上 你以为我们能防止 我们完全不能防止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安息 我们能不能够在他的里面 那有人说 你知道那打起来怎么办 我说打起来我就死了 就这样子而已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他说你不打算跑到国外去吗 我说我没有打算 因为我到国外去 你觉得会过比较好的生活吗 没有 因为你们又不去 对不对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聚会 我不到国外去 我到西班牙去 西班牙总是跟我说 你老了来我们这边退休吧 我到荷兰去 荷兰说这里太好了 你过来吧 我们绝对可以帮助你的 我到匈牙里去 他们说这里物价这么低 在我们这里生活最好了 到葡萄牙去 说这里阳光普照 你看我们晒黑一点 不黑怎么行呢 你每天在路上走 或者是在那个地方聚会 太阳都是晒的 你都会黑嘛 可是只有安息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 耶稣在 耶稣在安息日施行救赎 是由于人实际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耶稣要在安息日施行救赎呢 为什么 耶稣医治38年的贪子 赦免了他的罪 照理说这个病人很高兴 朋友很开心 如果发生在今天 我告诉你 新闻媒体一定出动SNG连线 现在的人都直接用手机记录 对不对 然后就发出去 说38年的贪子 一刹那之间得到了医治 竟然拿着他的路子走了 可是令人稀奇的事情是 令人稀奇的事情是 第十节 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路子是不可能的 不是这个不是很好笑吗 16到18节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 他医治的人 人家还要杀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而且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合成当作平等 我们发现犹太人 竟然对医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你不能拿路子行走 这是犹太人当时的规矩 其实的确在十节当中 是有讲到 安息日不要做工 等一下我会解释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 来进行救赎呢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那个人的需要 是因为那个人的需要 不管耶稣是故意在安息日 走到那个地方 还是耶稣不是故意的 走到那边正好是安息日 总之在安息日的时候 碰到那个人了 犹太人的规矩在两约之间 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要走多远有一定的距离 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你知道拿路子是不可以的 就是拿路子 就是打包 移动你的所在的地方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叫旅行 这叫旅行 如果在今天来看 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直到今日严谨的犹太人 礼拜天还不能 安息日还不能开灯 不能关灯 所以礼拜五天还没暗 就先把灯开着 这样整夜都开着 一直到安息日过了 他们再把灯关掉 电梯也都不会停 电梯也都没暂停 所以二十楼的房子 你就惨了 你听得懂吗 你住在二十楼 它每一站都停 不管有人按没人按 因为不可以按 它自动会停 你按了也没有用 你不按它也会停 反正没一楼就停了 然后打开来没人 就关 你二十楼你就惨了 因为他们说 有些事可以做 有些事不可以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人的需要 不可以用制度规定 来约束吗 对不对 制度永远有例外 规定永远有例外 当人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 他不良于行 他是在很可怜 可是耶稣今天碰到他了 耶稣就医治他了 医治是不能等的 耶稣愿意按着我们的需要 给我们成就 耶稣在这边显明一件事情 就是当人有真正需要的时候 他就做了 而这个真正的需要 最主要就是救赎 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 今天就是得释放的日子 今天就是卸下重担的日子 今天就是你要把你最大的难处 放下来的日子 就是今天 就是现在 我现在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把你最近在你里面 我说最近 因为我们一直产生新的 对不对 最近心里面的重担 放下来 放下来的方式 不是你放得下来 而是你跟耶稣说 我有这个需要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让你跟神讨靠 我有这个需要 求你给我安息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我们还不是很懂得安息 就如同那个38年的贪子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疾病得到医治以外 还有一个心灵的安息 让他可以真的站起来往前走 求你帮助我们 刚才我们的祷告 你都听见 求你让我们不仅病得医治 心灵的重担 可以解脱 甚至让我们 身体仍然有疾病 心里仍然有重担 环境也没有变得比较顺利 可是我们却有真正的安息 因为我们在你里面 听我们祷告 封住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圣经在这边所讲的安息 并不是忘掉那件事情 并不是解决那件事情 并不是睡得着 并不是休息 安息这个只是一个refresh 我们误会了安息 所以我们说安息主怀 不是说这个人死得很安详 不是不是不是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主持太多追思礼拜 后来我就心里想说 如果人这样死了 然后就这样睡了 永远睡了 有什么意义啊 后来我才知道 真正的安息不是这个意思 真正的安息是refresh 是重新得利 所以以后我参加安息礼拜 我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不能告诉家属 你知道吗 我要是告诉家属 家属其实是他错了 他会以为 他会以为我神经病 他会以为我幸灾乐祸 可是我每次参加安息礼拜 我心里想说 这个人终于refresh了 这个人终于得安息了 这个人终于他 他里面重新得利了 这个人从这个病痛的身体离开了 这个人从他的忧伤离开了 可是他进入安息里面 参加追思礼拜 都没得安息 你听得懂吗 这才是最大的讽刺 可是耶稣基督讲的 不是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讲的安息 是一种积极的 重新得利的概念 我们心里得安息 是我们心里重新得利 可以面对那个环境 所以真正的安息 不是内心的平静 可以享受那个环境 也不仅仅是问题得到解决 真正的安息是 心灵安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然后我们接受那个状况 面对那个状况 有一天我们从荷兰 要到匈牙利去 荷兰要到匈牙利 大概两个多小时的飞机 可是因为是早上八点五十的 所以我们很早就起来 人家就把我们送到机场 我们就到了荷兰 荷兰 我最不喜欢做荷兰 在阿姆斯特丹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check-in行李 是用机器的 你知道机器毫无人性 它如果你的机票上面 会show它是几公斤 你scan进去之后呢 那个机器又set几公斤 你要把那个行李放上去呢 几公斤就是几公斤 超过0.1 它的盖子就盖不起来 你知道吗 盖不起来 你就要一直按那个救护的 然后那个人就过来说 你超过了 然后他如果放你的话 他就用他的卡 逼你的东西就进去了 他如果不放你 你就打开来 把行李东西拿出来 超过了要拿出来 所以我不喜欢去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 然后坐荷兰航空 那天正好坐 我就在家里蹭了又蹭 蹭了又蹭 怕我的那个棒蹭出问题 后来到了那边就去 到了匈牙利是十点五十分 我在荷兰就已经 咳到不行 到了匈牙利 下来当天有两堂的讲道 十点五十 到了荷兰 到了匈牙利 然后弄一弄 我下午就要讲道 晚上就要讲道 然后我都没有声音了 可是你到那边 就要挺胸 人家请你来了 你就要讲道 就像今天 我跟同工们说 我晚来的缘故事 因为按我的习惯 我如果早来 我会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say hello 又是好几个礼拜没看见 就会很高兴 那个教练一定会抱我 然后告诉我 我的肚子有没有剪下去 报教练 我剪了好几公斤了 真的 因为咳嗽的关系 咳到腹肌都出来了 那天晚上 那我讲到一直咳 下面的人很不舒服 我没办法 当天晚上 秋华也咳 咳到我们两个都没办法睡 我终于决定要提早回来 我半夜三点 写信 写line给我的同工 跟他说 帮我问 如果我改机票 要赔多少钱 因为我要从 我是从荷兰 坐到匈牙利 从荷兰坐到匈牙利 匈牙利坐到葡萄牙 我到匈牙利了 我坐到葡萄牙 葡萄牙坐到米兰 然后米兰飞回来 那我就要从匈牙利改到 直接到米兰 那就丢掉两张票 然后再买一张票 对吗 然后还有这个长段的 他一定要 你改机票 他要罚款 你改日期 他要罚款 我就算了很多钱 可是我决定要这样做 因为邱华一直咳 一直咳 我就坐着看他咳 我自己咳没关系 他咳我不太行 不太行 我就一直看他 一直摸他 然后他睡着了 我就摸摸他 是不是死了 他咳我又很担心 我就决定这样 可是我信写出去之后 我就跟主说 你到底在不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里 提早回去 不提早回去 都没有问题 最多就是 离开这个世界 真正的安息主怀 我也从来没担心过 欧华我从来不担心 这么多一百多个牧者 我从来没担心 你们是我最不担心的 因为你们是我见过 最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会自己成长 都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很放心 那天我就很放心 虽然我机票 已经通知他们说 我随时会改 你先把它重新book过 然后一改 就是把钱付上去就好了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安息 是当他在我们的需要上面 当他在我们的需要上面 给我们施行救赎 全人的救赎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得到安息了 第二 对不起 第二 结束了 真正的安息 耶稣在安息日施行救赎 是本于神一贯的恩典 神最喜欢我们安息 神最喜欢我们安息 我来给你们看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十七十八节 要结束了 预备 请 耶稣就对他们说 有许多次 耶稣在安息日施行救赎 耶稣有个特殊的目的 他曾经说 他是安息日的主 犹太人要杀他是 因为他犯了安息日 他违反了犹太人的规定 当然犹太人说 这个是因为神的命令 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章 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章 有第四节 第二十章有第四节 是八到十一节 他说当今年安息日 守为生 这是十节 这是第四节 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空 但第七日是你 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悲 生出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注意啊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 定为圣日 两约之间 他们就发展说 上帝这样说了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而且那天是圣日 他们就开始定义 什么叫做何功 他们定了很多的规矩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什么是可以 其实他们想多了 这里的安息经过 后来新约圣经整个的解释 后来终于知道 也从旧约的 约书亚记就开始有 讲到安息 安息安息 真正的安息并不是停下来 真正的安息是 进到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你即使不工作 你没有进到耶稣里面 也没有在安息的里面 如果你在工作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也是在安息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重点是 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然我们不鼓励你 很努力的工作 因为当一个人 专心工作的时候 很难又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我恭喜你 我也觉得你工作没问题 为什么我们主日 我们教会 主日敬拜非常热情 然后我们讲道都长一点 对不对 然后结束就叫你 一起去吃东西 有没有 然后完了干什么 运动也好 上课也好 叫你今天slow time 的目的不是 真正的不要做事 而是让我们体会到 如果你可以在 耶稣基督里面安息 安静就够了 因为我们在忙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总是浮躁的 如果你可以停下来 是非常好了 可是耶稣在安息日 施行救赎 却证明了 它是从神那里来的 这是一贯神的恩典 到底在安息日 做工不做工 如果神不做工 耶稣为何要工作呢 我想这个问题问得不好 说为什么神 第七日就安息 不做工了吗 那为什么耶稣 还做工吗 弟兄姐妹 神在安息日 当然安息 因为题目应该问的是 神在安息日 到底安息不安息 不是神在安息日 到底做工不做工 因为神本身就是安息 你听得懂吗 所以祂不必安息 因为祂本身就是安息 祂不安息也安息 问题是我们不安静 就不会安息 那强迫你不做工 你就安息了吗 也没有嘛 所以安息的意义是 我们来到神面前 重新得力 安息的意义 不仅是消极地不工作 更是积极地来到神面前 与祂同在 祂本身就是那位次力量的主 祂本身就是那位万物的源头 祂没有安息不安息的问题 如果神六天坐累了 也要休息一下 祂就不是神 祂本身就是安息 因此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回到祂的里面 真正的安息 我再说一次 不是工作不工作 做工不做工 不然话礼拜天 我们也不能运动 因为那是做工 还做的蛮多了 对不对 做完了还没关系 还影响两三天 一步都有困难 对不对 我回去都要吃 筋肉松齿祭 真正的安息 是我们能不能够 享受与神的同在 当我们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安息 不管你现在是有病痛 不管现在是你有难处 不管是你现在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实即便我们手上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你的心里笃定在神的面前 那就是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我愿意安息 你就安息了 你相信神是安息 就是安息了 安息日的施行救赎 是神一贯的恩典 你知道恩典 恩典是不用花钱的 就可以得到恩典 或不配得的就得 那你说那恩典怎么样可以得着呢 既然不用花钱嘛 花钱你心疼是不是 那配得你又有考虑的问题 既然恩典是没有配得问题 也没有花钱问题 所以真正的恩典 是怎么样可以得着的 叫做伸手就得着了 来大家来伸手 预备伸手 得着了 真正的安息就是这样 下次你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跟神说 你的恩典不是我可以花钱买的 也不是我可以努力得着的 我愿意得着 多多把手拿出来说 主啊 我愿意得着 我们现在每个人把手拿出来 跟神说 我愿意得着 亲爱的主 现在我们都把手拿出来 说我愿意得着 求你给我们真正的安息 就是真正的笃定在你的面前 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所以当我们手伸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聚会到这边 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安静 祷告 然后我们休息